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4日在钓鱼台国宾馆方华院 出席中非携手抗爱共享美好未来主题会议 并发表致辞 与37位非洲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夫人 共同发布中非爱滋病防控主题会议联合倡议 彭丽媛在致辞中祝贺非洲国家 在爱滋病防治方面取得的成绩 介绍了中国的成功实践和有益经验 并回顾了他担任世界卫生组织 结合病和爱滋病防治亲善大使以来所做工作 彭丽媛表示 携手抗击爱滋病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中非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卓有成效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为双方深化合作 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彭丽媛宣布 从2019年起 中国将同非洲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实施 为期三年的中非青少年爱滋病预防 及社区健康促进项目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共同主席国 南非总统夫人莫采佩 非洲第一夫人抗击爱滋病联合会轮值主席 布基纳法所总统夫人西卡等非洲国家元首夫人代表 先后致辞 他们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非洲国家抗击爱滋病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表示 愿继续大力推动非中抗爱合作 为促进全球爱滋病防治做出贡献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西迪贝 积极评价中非爱滋病防治合作的意义和成就 并高度赞赏彭丽媛为宣传预防爱滋病 和关爱爱滋病患者所作杰出贡献 会议结束前 全体与会嘉宾按下座位上的按钮 点亮花坛中央红丝带 宣布中非爱滋病防控主题会议联合倡议 正式发布 会后彭丽媛与外方嘉宾 共同欣赏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中国一贯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抗击爱滋病 多年来共向40多个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 无偿提供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材料 爱滋病防治合作 是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重点合作领域 未经许可疑者加入座位上的意 ne 难以便加速及 близ接触下来 能ITY 可疑者 逆路 救命 吉隆 救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